字幕志愿者 李飞彪 距離和節奏都是勝負的關鍵 而在忌擊的層面 經常會區分為短距離和長距離 而處理方法亦各有不同 這堂李師傅將會教授項員長距離的腿法應用 這次我為大家介紹一下腳法 腳法是一個兩面刀 是一個進攻的強項 亦是一個自衛的強項 就視乎你在進攻和防守之間怎樣拿捏 一般來說我的腳法分為上、中、下 但你要留意這句說話 腳高三分險 所以在我們普遍的練習 不是那麼高水平或者初學的 或者在服裝不容許我踢高腳的時候 你就不要教這些事情了 首先你要考慮一下你的腳 攻出去 對方如何防守 你一高的他一推 你會失去平衡 你中腳的他一撥 反過來你也是這樣去防守 人家都同樣防守 相對 近身低的腳法就難了 他不能夠蹲下 來防守捞你的腳 或者怎樣蹲下整個人的腳 好 那腳法如何取決呢 第一 我先講防守 我們要怎樣去設計一個距離 機會是由自己製造出來的 力量是靠人家提供的 好 一來一踏了 自己一來平面 一進攻 推步 好 這個腳跟他的身體距離遠了 好 因為你起腳的時候 你要提腳 蹬腿 如果你那麼近 大家都貼了臉 蹬什麼腿 腳的身不直 所以突然四 第一 閃退了 腳拉開了 這個退後的 是一個速勁 馬上提腳 這個是一個法勁 如果你這樣站 失去一個速勁 你沒有了由後 向前衝上去的做法 另外 我們講了一個長距離的腳法 進攻方法 如果短距離 如果大家的腳很接近的時候 發現我又不退後 也沒有時間退後的時候 怎樣呢 這些可以做 一架起 提腳 在這個腳 從膝蓋以下的地方去攻擊 對方也是沒有辦法防守的 對嗎 在這個正面的 側面的一搭 保持距離 是一搭 彎腰 一離 過來 彎 我這個彎腰跟他的拳頭 保持距離 然後 我們要踩 我們要踩 踩下去 踩下去 我們腳 向下 不是這樣踏著 踩下去 踩下去 針對在外腳的正前方 或者內側 甚至乎在外外側 同樣都可以做 這裡比較難於防守 以及適合短距離 如果在一個戰略中 指上 打下 即是聲東經西道理 一涌 這個就比較難於防守 因為它集中你 已經注意到你的上身 注意到你的雙手 到時候起腳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防守 甚至乎 你拍手的時候 對方過來 你拍手擋著 不管你正擋 橫擋 總之一扔著它 腳便會打 甚至乎 師傅 我連抬腳也沒有地方 走在後面 後腳 向前面的正踢 上穿下穿 踢到骨頭的正前方 一擋著 這些還要提腳 還需要一個平衡的技巧 這些後面 沒有技巧可言 只要你一二 這樣已經達到效果 所以腳法裡面 我不是來表演 我是一個實用的 一個智慧性強 容易使用 但效果強的 我就提醒大家 在下半部的腳法 多些研究 多些訓練 比較優勝 是 是 腳更重 是 看準度打 準備 腰力不夠 厚一點 是 好了 都是要用腰力 把馬步站穩一點 是 準備 再次 再次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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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